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非常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单元是信仰Q&A 无论在生活中我们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从圣经里面 在基督信仰里面来找到答案 今天呢,我们这个问题 所要谈论的是关于饶恕 我想说到原谅,谈到饶恕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并不陌生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我们或多或少啊,会被人得罪 或是呢,会受伤 因为人的一些言语 或人的一些行为 我们会受伤害 可是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伤害 我们如何能够饶恕呢 很多人说 时间会冲淡一切 真的是如此吗 如果从基督信仰来看饶恕 怎么说呢 希望今天透过前幕式的分享 让我们对于饶恕 有不同的看见 从小我爸妈就常常吵架 每一次吵完 我妈就会出气在我们姐妹身上 爸妈虽然没有离婚 但关系一直不好 我自幼觉得被苦待 心理上一直有阴影 无法原谅我妈 这位听众朋友 我觉得你所说的 跟我的情况十分的相近 但是我认为 这样子的问题 除了饶恕 没有别的办法 不让我们继续 在这个伤害当中 承受二度三度的伤害 我们只有饶恕 为什么呢 我们要怎么样饶恕呢 尤其是亲情之间 很不容易 像这位听众朋友 如何能够饶恕 你的母亲从小到大 给你的影响呢 圣经告诉我们 是祷告 来到上帝的面前 不住地在神的面前 祷告 为你自己被苦待 所受的伤 祷告 这个非常重要 你在问题中说 你常感觉到委屈 感觉到埋怨 感觉到不平的情绪 这一切的情绪 在我们的里面 都变成我们苦毒的伤口 上帝要你 把这些痛苦 委屈 埋怨 不平 怨恨 向神 来倾诉 你到现在 心中只要一触及 这些痛苦 一碰到某些事情 想起这些伤痕 你就要来到神的面前 把这些怨恨 痛苦 来向神 倾诉 你要常常如此 祷告是什么 祷告就是 我们的心 向神 倾诉 我们心里面的话 当你向神 倾诉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 诚实地 向神 敞开了我们的心 敞开了我们 里面的伤口 敞开了我们 里面的痛处 你知道吗 神就在你向他 敞开 祷告的时候 神的医治 就开始了 你如果常常 祷告 你会感受到 神医治你的心 神怎么样 医治你的心呢 神会渐渐地 奇妙地 让你的心里 不再那么怨恨 甚至于 你在祷告呼求 很痛苦地 向神喊冤的时候 圣灵会让你 反而奇妙地 看见你母亲 不为人知的痛苦 这是神奇妙的工作 是我们唯有在祷告 跟神诉苦的时候 奇妙的是 神反而会让我们看见 我们原来所 没有看见的 因着你能够看见 神让你原来 没有看见的 也就是你母亲 她的心里 她为这个家 她一样承受了很多 她没有办法 跟儿女所说的 或者是 说不出来的痛苦 当你看见 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 这些是从神而来 对你的提醒和光照的时候 你的内心 那个饶恕跟爱 就会出来了 上帝能够完全地医治你 医治你的伤 还有医治你和你父母之间的关系 神可以使这一切都成为新的 非常感谢 带信给天天 你可以把信寄到 电台所播报的通讯地址 或者是用简讯来发短讯给我们 或者呢 你也可以进到 救恩之声的网络留言板 留言给我们 我希望我们可以成为 陪伴你成长的伙伴 在面对人生很多的课题时 我们可以一起思考 我们一起来探索 所以欢迎你 写信给天天哦 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看不见的时候 住向我有信心 暴风雨的夜里 住向我有歌声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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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不会 你知道 我心里忧愁 我说 主啊 我不会 你知道 我的忧愁 被伤害的时候 被伤害的时候 住向我要让输 在孤单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